养兰花 方法不对 你想要它开花是很难的了 特别是进入秋天八月份了 想要养好兰花 让它开花多 首先要做的就是光照 施肥这两种是必不可少的了 二次就是浇水 因为有很多兰花 已经进入一个开花生长阶段了 那么养护施肥 是什么肥好呢 通常来说 我一般都是使用一些水用肥 给它吸用的 一举两得 为什么叫做一举两得呢 既能补肥又能补水 是不是一举两得 补肥的话 我通常都需要使用一种 兰科植物型水用肥 它是专门针对兰科植物而去做的一种水用肥 不仅兰花能用 金子兰 属于兰科的植物 也都能够使用这种水用肥 不伤根 不消苗 吸放养分嘛 里面含有各种微量元素 还有兰花 这是兰科所需要的各种营养元素 使用方法很简单 用一克 兑一千毫升的清水 七天到十天浇灌一次 浇浇透就可以了 不要紧浇半截水 这样连水浇灌几次 基本上它就能够抽花键开花朵了 大家看一下我这颗 这盆虽然长得比较稀疏不化 也开了蛮多花的了 我就是使用了这种兰科植物型水用肥的 经过了散色光的养护下 现在已经绿绿绿绿的开花朵了 这些已经开出来了 不过旁边这里也绿绿绿绿的开始抽花键了 所以养护兰花不单单靠光照 也要给它充足的养分 才能够养出一盆 甚至更多盆兰花 好了 这集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么简单的方法 对一些养蓝的新宿有比较大的帮助 好了 下集再见